台北市现在还被批评的包括了各商圈夜市的开工时间不一 好像是以整个万华地区来讲 目前蒙甲夜市、广州街夜市、吴州街夜市以及华西街夜市 全部都是停业直到7月12号 但是位在万华龙山寺的地下街还有龙山寺商场 直到这个月29号也就是明天就要来复工了 现在议员就质疑了台北市政府没有明定标准 恐怕会造成混乱 而对此市府的市场处则回应了 说之前都是自主停业比较多 后续市府也会讨论统一时间 龙山寺地下街商场门口拉起商场封锁线 大大贴着停业公告 三级警戒持续延长 各个商圈也跟着调整营业时间 为了配合三级警戒时间 蒙甲夜市将停业到7月12号 不光是一个万华地区 各个夜市商圈恢复营业的时间却非常不一样 不止蒙甲夜市停业到7月12号 另外包括广州街、吴州街、华西街三大夜市 也都暂停业到7月12 不过像是龙山寺地下街和龙山寺商场 却是6月29号就回复营业 大部分他有80%他们都希望是副业 地下街的部分明天副业 但是他也可以选择不来 他也可以选择自主停业 市场处的那个他的标准是这样 你也可以选择不来 市场处没有硬性规定要怎么样 三级警戒还没有解封之前 我们都还是能停留在停业状态 觉得太雨太早了 但是我觉得这是蛮危险的 我一直感觉到在这个社区黑树还是存在着 虽然业者各有考量 但是同个地区恢复状况却不同调 让人不免质疑台北市政府标准模糊不清 因为其实不止万华地区 南机场夜市公管夜市也都停业到7月12号 但是宁夏夜市6月29号就要开工 那时候的停业大概是属于一个自主停业比较多 所以现在三级警戒到7月12号 所以这部分后续我们会由市府这边来做一个统一 看看大家是不是有一个统一的时间 疫情冲击打乱民生经济 如何在生计和防疫工作之间取得平衡 考验商家和政府单位置会 警察叫国风请睁台北参谋打